艺术人生 足以把他单调的日常生活换成跨大陆的冒险 最重要的是足以追求他休眠已久的热情绘画 最初这种自由令人生畏 他感觉自己在漂流就像一艘没有风的帆船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无拘无束的日子的乐趣 早上他在咖啡馆里榴莲 观察城市在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中苏醒 下午致力于探索隐藏的博物馆 惊叹于梵高充满活力的笔触和罗丹精致的雕塑 他的画布曾经被遗弃在尘土飞扬的角落 却成了他忠实的伴侣 他捕捉到了沐浴在金色阳光下的巴黎城市景观 熙熙攘攘的市场 充满了色彩缤纷的农产品 以及被雨水打湿的鹅卵石的忧郁之美 每一笔都表达了感激之情 证明了他现在所拥抱的生活 他的旅行暂时开始 周末前往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 在那里他画下了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紫色 有了勇气 他进一步冒险 沉浸在马拉喀什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中 沉浸在京都宁静的风景中 并捕捉里约狂欢节的原始能量 随着每一次旅程 他的艺术不断发展 反映了他所遇到的万花筒文化 他学会了色彩的语言 表达摩洛歌香料的充满活力的喜悦 缠增花园的宁静和桑巴舞者的脉动节奏 他的名声出乎意料 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小村庄 偶遇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 促成了在巴黎一家画廊举办的展览 他的画作充满了旅行经历和原始情感 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这位曾经默默无闻的艺术家 如今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字 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著名收藏家收藏 但经济上的成功 从未掩盖他旅程的真正目的 伊森的快乐不是来自于荣誉 而是来自于创造 表达和生活的自由 他仍然在咖啡馆里画画 与有抱负的艺术家分享咖啡 他们共同的笑声 在叮当作响的杯子中回响 他继续旅行 不是为了名誉 而是为了鸣刻在古老纪念碑的 每一个皱纹中的故事 以及与陌生人共进晚餐的温暖 一个冬天的傍晚 他站在塞纳河畔 城市的灯光闪烁 就像萤火虫散布在夜色的画布上 一种满足感席卷了他的全身 他有足够的 足够的艺术用品来追逐他的谬思 足够的冒险来充实一生 还有足够的爱通过他的话与世界分享 一生的故事与奢侈或物质财富无关 这是一种足够带来的自由 一种追求激情 探索可能性 以有意义的方式与世界联系的自由 他提醒我们 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我们拥有的财富的数量 而在于我们经历的丰富程度和人脉关系的深度